醒悟一响咱们是继续开书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啊 这巴德克山韩国的大韩速勒坦沙 下令就擒获了这和卓兄弟 这清军呢本来以为 既然你已经擒住了大教和卓 那么你们就应该交给天朝的大军 可说呢既然你们对这个天朝上邦啊 表示臣服 那你们就应该把这天朝的敌人交出来 哎不接 这大韩速勒坦沙呀 迫于宗教的压力 还就真没把这兄弟二人交给清军 可是您别看这大小和卓 虽然没被交出来 但是也看出来 这速勒坦沙呀 真是惧怕清朝大军 要不接他也不至为三番两次的 跟这个清军编瞎话 什么呀 把这个大小和卓已经围困在山脚的河边 什么这个小和卓伤众不是已然身亡了 这可都是这巴特韩国一次次的派出使臣 到清军大营当中和这个傅德说的瞎话 这傅德呢 把这些瞎话一次次的拆穿之后 本来就做好了打算 你这巴特克山韩国再派出什么样的使臣 到我这儿花说柳说可都没用了 我再也不信你了 我呀 整军出发直取巴特山韩国的首都 排租阿博特 到时候大兵到了你的城下 我要人你再不给呀 得嘞还不用你往外送了 干脆我这大军就杀尽你排租阿博特 亲自去搜缴大小和卓兄弟 到时候我手下这群秋八杀红了眼 尽得程序杀人抢劫那是轻的 说不定啊 到时候你这巴特克山韩国可就改姓大清了 要说呢 无论是哪个国家呀 都会出现那种为老百姓着想负责任的好官 这一次啊 往清军大营来的这位巴特克山韩国的使者 就是这么个人 这位使者的名字呀 叫做厄莫尔 他是这个排租阿博特 也就是巴特克山韩国首都的市长 阿奇木伯克吗 他在这个清军大营当中就央告大帅富德 他跟这个富德说呀 大帅您呢 有好生之责 为了我们国家的人民着想啊 咱们这仗还真是不能打 可是您现在要是放我回去 他们还是不交出大小和卓 您一生气是肯定得攻城 这仗不就打起来了吗 可是啊您也别真打 您呢先做出要打的样子 必须得让我们这个大韩呢 和这个大韩旁边这些宗教人士 也就是那个寺里的阿哄啊 毛拉们呢 看出危机来 这样呢 他们自然就把这大小和卓交给您了 富德听完了这个恶魔的建议之后 我觉得也是 这不战而屈人之兵 当然是好的 于是富德呀 虽然兵分两路 进军巴德克山韩国 但是还是派出了使臣团 上文书咱们说过了 三名侍卫 带着三十名金甲武士 这虽然是使臣团呢 可是也有威慑力 它是武装使臣团 领头的侍卫啊 就是厄登厄 武代和萨姆坦 就跟随着厄魔一同回到了 巴德克山韩国的首都 排租阿巴特 来到皇宫之后 可就见到这个大韩苏勒坦沙 这三位将军一看的 这苏勒坦沙大韩呢 可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 笑吗 字的就直接冲着萨姆坦来了 他为什么不和那两个人打招呼 因为他不认识啊 这萨姆坦已经是第二次来到 排租阿巴特了 他拉着这个萨姆坦的手 说呀 尊实 我有一个好消息 要向您汇报 这大小合作二人 就在前两天已然被我处以极刑 全死了 这下这天朝大军可以收兵了吧 这鄂尔登阿五代萨姆坦 这三名侍卫 你看我 我看看你 表示纳闷 首先呀 他们对这个苏勒坦沙 这位大韩说的话呀 表示不信 可说呢 您要是老说瞎话 那谁还信您呢 那赶紧就问 那既然是杀了 尸首呢 埋了 就地掩埋 把他们杀死在监牢狱当中啊 我们是就地掩埋 就地呀 就给他们见了麻扎了 这三名侍卫呀 听着还是个稀里糊涂 肯定还是不信 于是啊 这苏勒坦沙大韩 才给这三名侍卫呀 介绍了斩沙大小合作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 您容我呀 慢慢的给您说 这大韩苏勒坦沙 派出了自己的亲信 就是那位首都的市长 鄂木尔 到清军大营当中去下国书 得亏呀 他找的呀 是这个恶魔 要不然呢 这清军可就没那么些说的 直接啊 就要攻城来了 这大韩呢 也就见不到 这三位侍卫领来 这三十人的使团了 这会儿呢 这大小合作呀 说是被关在了管医也行 说是啊 被关在了监狱里也行 总之啊 这人身自由是没了 并且这小合作呀 身负重伤 前胸后背大腿跟中了三处枪伤 这会儿啊 也只剩下倒气了 速勒坦沙呀 可没给他派大夫 为什么呀 因为大韩呢 巴巴的这小合作死呢 哎 你死了呀 我也就没这么些事了 可是这会儿啊 不好的消息来了 边关呢 传来消息了 位于这个巴特克山北部的布鲁特部落 叫做塔尔巴斯 哎 这个地方啊 现在叫做塔尔瓦斯 那可是啊 这巴特克山的老仇家了 要说呀 这布鲁特人呢 和这个大小合作的关系呀 也不怎么样 非常臭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这布鲁特人呢 和这个大小合作 时不时的 就带着兵到对方的地盘上啊 强蹭东西打的古草 虽然算不得是世仇 但是这关系也就这样 不知道他们从哪听来的消息 巴特克山韩国 要把这大小合作交给清军 交给卡菲尔 他们借着这个事啊 就要出兵攻打巴特克山 实际上他真是为了大小合作吗 不是 还是那句话 捎带手的 抢点东西啊 那也是好的 和他们有一样想法的 还有这个魂都斯 这魂都斯又是哪啊 这魂都斯啊 位于这巴特克山的西部 就是今天阿富汗的昆都市 也是扬言呢 发来大兵五千 要营救这大小合作 大汉苏勒坦沙 刚把前往清军大营的使者派出去 这边境的暴击就来了 说这两拨人呢 带了多少人没搞清楚 反正啊 已经陈兵边境了 对咱们巴特克山呢 那是虎视眈眈 扬言呢 要不然咱们就交出大小合作 要不然呢 人家就攻打进来 自己来营救大小合作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要不接咱们交给他们 不行 这清朝大军呢 不是好惹的 我把这大小合作交给他们呀 哎 到时候 这清朝大军呢 可就有口实了 如果派兵来兴问罪之事啊 那完了 我就得担着呀 放跑了大小合作的罪 那不给 不给呀 您可别看着这塔尔巴斯和这个魂都斯 我们都是叫门中人 一旦要是让他们杀进我们国家来呀 那可不一定比这清军能给我们留多少情面 这清军杀进来无非是要人 也就是兴师问罪 他们要是杀进来呀 那最后连一粒粮食也不会给我留的 粮食财务驼马牛羊 这些还不算人民呢 他们也强 这回这大汗呢 可真是麻根打狼两头害怕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 这大汗 他可就贼起了非知咯 他想啊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搬不倒葫芦 撒不了油 带人到驿馆呢 气着咔嚓把这大小合作杀了也就完事了 那么说 他杀了大小合作能和街坊这些回众塔尔巴斯以及魂都斯人交代吗 能 首先说呀 他可以审判这大小合作 您可别忘了在他头抓获小合作货籍战以前 这小合作曾经带着兵徒了他几个村子 不但抢夺了村子里边的财物 还屠杀了他的臣民 那这件事大合作肯定是没参与 那给大合作波罗尼都又定个什么罪呢 哎 这理由眼前摆着呢 你勾结外国势力企图理应外合颠覆我的国家呀 哎 就是这么个主意 杀了这个大小合作兄弟呀 谁也不会再跟我要人了 这大清朝你要个活人回去 你开个公审大会结结恨 要个死尸回去 你干嘛用呢 您从他这个想法啊 您也能听明白 这个人呢 压根就没理解到 这大清朝廷 乾隆皇帝针对着合作兄弟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的态度 这乾隆皇帝要把这个大小合作兄弟呀 或者是活的或者是死的 也要送回到北京 那完全是想让这个南疆回中啊 看到朝廷的态度 北疆准步和南疆回步 就是这大清王朝的新疆 华夏的一份子 谁也改编不了 敢和这个朝廷对着来 动无把超啊 大小合作兄弟就是你们的下场 这会儿的苏勒坦沙 还是不能领会这些 所以说他才决心要杀掉大小合作 让这些乱子呀 一了百了 下定了决心以后啊 这苏勒坦沙呀 就下了一刀命令 也就是在这小合作 被关押的十几天以后 这大汗呢 就派手下人呢 把这兄弟二人转移了牢房 关押到了一个房间里 至于这个房间在哪啊 史料不及被载 但是我严重的怀疑 这个房间呢 不在城内 在城外边 当然了这事也不太一定 因为这个大小合作死了之后啊 就在这个屋子里啊 就见了麻眨了 也就是说就埋在这个屋子里了 如果按照咱们汉地人的习惯呢 说这间房子在城外呢 没毛病 谁又可能把这个死尸埋在城里呢 可是这事也说不准 那谁又知道 人家巴德克山韩国 是什么风俗呢 大汗手下的亲随卫队 把这兄弟二人关到一个房间以后 过了三天 突然间在这房间外边 一下子就来了二百多人 这会儿的大小合作身边呢 连家人带蒲丛 加到一块啊 可能还有四十几口子 来的这些武士一声贺令 就把大小合作这些蒲丛 通通的给轰出去了 广是冲进屋里的巴德克山的武士啊 据说就有几十名之多 进屋之后 有一个小头目 拿出一张判决书来 先宣布了大小合作的罪行 那无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呗 首先呢 就是杀害我国公民 并抢夺其财物 那往后说啊 那还有更大的罪 那就是勾结外部势力 企图侵略我们国家 故而遵照大汗 诉了沙坦之亡命 将尔等是立即处死 这大小合作身边啊 还有几个贴身仆从 一听要杀自个儿的主子啊 这几个人可不干了 冲过来啊 就和这些士兵推推嗓嗓嗓 这里边啊 有一个女仆叫切尔嘎勒 还有一名女仆呀 叫马拉塔什 还有一名男仆啊 叫恶落追徒 誓死啊 要保护大小合作 那您想想 就这三个人 还有两个是女人 那不是唐碧党居吗 这素勒沙坦手下一名亲随呀 拔出刀来 挥起一刀 直奔这小合作的脑袋砍去 书中代言 这名勇士叫什么呀 这史料可没留下来 可是这一刀啊 砍得准 正砍在小合作的脖子上 这祸及战的 一下子可就丧了命 史料所在是手连一现 也就是说都砍断了 只连着他们一根筋 那有人说 这小合作不是横着呢吗 他干什么不反抗啊 他还反个屁抗啊 身中三枪又都是要害 其实这会儿的小合作 躺在床上啊 已然是奄奄一息了 刚才咱们说了 这不是有一个男仆 叫做恶落追徒吗 他一看这小合作死了 他这封字上来了 不知道从哪儿啊 就变出一把刀子 一刀啊 就捅上了一名巴特山 韩国的侍卫 这群侍卫一看 耶和 还敢还手 于是蜂拥而上 乱刀旗下 就把小合作这名中仆 乱刀砍死在血泊当中 这大伙回过头来一看呢 大合作 布罗尼都现在蜷缩在墙角啊 已然抖成一个了 看样子 这大合作呀 还想辩驳辩驳 因为他冤呢 他可是自己进城来投降的 他觉着 刚才判决书上说的那两条罪状啊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他哪知道去 这帮侍卫接他的命令啊 可是这大小合作兄弟是一起处杀 他这话要说呀 还没说出来呢 几十把刀子可就刺下了他的胸膛 那还活什么劲啊 眼一翻 死了 史书所在 随蝶刺合作墨胸前 那我想啊 有几十人进了这个屋子 那就有几十把刀子吧 对着波罗尼都的胸膛啊 是一通乱通 这两名女仆啊 扑到大小合作的尸首上 就痛哭不起呀 表示死啊 也要和这个主人死在一起 这些侍卫就狠命的往外拖 这两个女人呢 到了绝境之后啊 这群人都不知道 他们身上的力气从哪来的 死死的抱住了尸首啊 往外拖 拖不动 那这些侍卫呀 可是领了大寒的命令 他们可没有时间跟你从这摩阳宫 回手就是几刀 把这两个女仆啊 就砍翻在地 这马拉塔什啊 当场就死了 这继尔嘎勒呀 您得记住了 没死 命真大 又救回来了 并且呀 到了后文书啊 这个人还有大用处 就这么着 等到这个9月9号啊 这清军的使臣团 给这个大汗速乐坦杀 送最后通牒书的时候啊 这大小合卓实际上啊 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并且呀 这尸首啊 就地掩埋 也就埋在了那间屋子里 至于这兄弟二人 是不是埋在一起了呢 咱们后文书还会有交代 您先别着急 大清朝的三位使臣 听完大汗速乐坦杀 叙述完以往情况之后啊 急了 这会儿啊 也没有什么客气的了 干脆呀 拿出了上帮之臣 有如下帮之主的态度 指着这大汗的鼻子呀 就质问起来了 你们这举国上下的 到底有没有实话呀 这萨姆坦说 你不是派人跟我说 这小合卓重伤不至尽的 成来就已然死了吗 怎么 这会儿你又说 是被你的手下侍卫 亲手杀死的呢 这大汗说 您先别着急呀 当时我派出人家呀 通知您这小合卓死的时候 我们也是道听途说 着急的想把这个消息通知给您 通知给这个天朝大军 所以呀 就把这个使者呀 派出去了 等到我们亲眼 见到这个小合卓之后啊 才发现 哎 这人呢 感情还没死 还倒庆呢 那既然这样啊 这三位侍卫 也没有别的好说的了 说你们呀 赶紧把人呢 给我刨出来 我们要带走 即便带不走 全尸时候 也得把这两个人的人头带走 并且要快 现在就得办 为什么这么着急 那当然了 那必须得快呀 要不然这尸首啊 可就烂了 到时候啊 辨认不出这两个人是谁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说实话呀 经过这一番质问之后 这大汗多少啊 他有点挂不住脸了 这大汗想啊 你们大不计呀 就是这大清朝的三明侍卫 这样弯鼻子弯眼的质问我 是不是太没礼貌了 于是这大汗呢 嗖了嗖嗓子 声音提高了八度 跟这三维侍卫说呀 不给 根据我们的教义啊 这人头也不能给你们 这侍卫萨姆尔听完了大汗的话之后啊 冷笑了一声 说你敢吗 你可别忘了 就在我们的身后 大军呢 两天的路程就能赶到你排租阿伯特城下 我的大汗呢 到时候你可别软 你还得吃这功劲 有这股火力呀 你到时候跟我们大衰复得说去 到时候啊 你看看他 这刀快不快 人狠不狠 听完这话之后 我这大汗呢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哎 话又软和了 不过碍于面子 他也抛出了一句话 就凭你们三个小小侍卫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呢 就想把大小合卓的人头要走 这肯定不行 要想要这合卓兄弟的人头 却也不难 我们需要这大清国出事一份 国书 人生猎 何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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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